準備幫我唱 用那個彈琴的方式 唱個兩句 就是副歌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欸 我又忘了 我又忘記要發出聲音 是不是要不行各位 還好要不行 哈囉 大家好 瑞琴行不行絕對有問題 我是瑞琴 嗨 大家好 我是蘋果妹 好的 我們這一次的音樂唱歌片呢 來到的是第三集囉 唉 我在收到功課之後回去 好死不死感冒了 能練習的次數又變少 這件事情不是我自主休息喔 我是有跟老師交代的 然後在稍微感冒休息的 一陣子之後呢 有抓緊喉嚨還不錯的時間 練習了一下 所以練了幾天 沒關係 那代表 我們今天有複習的時間要加強 好好好 OK 今天要加強複習的時間 OKOK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 你有去實際操作過 上次我跟妳講的功課 喔對 有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聽得出來 就比如說因為 我們上次說要唱三次 第一次的時候讓他去圈出有差異的地方 然後第二次 就是第二三次繼續這樣練習 你覺得做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你自己聽那個感受 第一次唱的時候覺得 就是照我本身跟上次做那個丹田的方式 我三次都是有這樣掐著唱 我確實我覺得有比較好去抓那個感覺 有跟以前比較亂唱的時候相比啦 然後第一次跟第二次去圈字的時候 有發現我在尾音的時候 會容易飄掉 前面來說的話 可能是我也比較習慣這首歌 所以比較好抓到一點點的音準啊 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在圈出來之後的下一次唱 就有盡可能交自己往上 或者是某些地方我要拉長 或等待的時間比較短 對這個我有特別注意到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感受啦 因為我對音樂的敏感度 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我不確定 老師你聽完那三次的感覺 就第一次跟第二次真的差很多啊 真的嗎? 差超多的 你可以把這首歌前面第一次副歌 你把它剪出來 然後第一次跟第二次你放出來給大家 欸真的有差欸 差蠻多的 真的喔 真的差蠻多的 差不少 就是連我就是因為我最近跟我媽想電話 所以我最近跟Renry在拍片 你一定看她的歌 我把你的歌賣給媽媽聽 然後我媽就說 欸這第一次跟第二次差很多欸 真的假的啦 阿姨喔 你的進步是媽媽肯定 阿姨沒有啦 小意思啦 繼續加油 好好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好 好的那老師我們今天呢 要進入什麼噴點 因為其實就是上次 我上次跟這次上課 其實沒有隔太久阿 隔幾天 對阿 隔幾天沒有隔太久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複習一下 這上次的部分 好 我們先開場 我們先試著彈唇開場 OK 好 那等一下你可不可以幫我唱 用那個彈唇的方式唱個兩句 就是副歌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欸我又忘了 我又忘記要發出聲音 是不是要不行各位 還好要不行 就知道 好 我跟你說 來我們下來 下一個 我覺得 對 對 沒有啦就是 應該是說你剛剛 這邊太大力了 太大力了 你放著它太 對你不用你不用手指不用實力 你就是放著 你不用你不用 你不要這樣 你就你就放著就好了 輕輕放著 好 放著 你看你剛剛力量很大 我剛剛的 你剛剛是拉扯 都擠出去了 對你剛剛是在拉扯你的嘴巴 你輕輕的 輕輕的 哎呀好 輕輕的 我一放就好 就貼著 貼著就好 好 繼續 哎呀我忘記歌詞了 哈哈哈哈 這個不用歌詞啊 你都記得旋律就好啊 啊啊 才是你剛剛其實在唸歌詞 我剛好在唸歌詞 哦 不用不用唸歌詞 不用唸歌詞 不用唸歌詞 我就秀香了 沒有不用唸歌詞 沒有這個 應該是說這個彈純 它本來就是要你唱那個音調而已 哼哼哼哼哼 它不是像這樣哼哼歌 哦 你用哼的 用哼的 忘記 好好好 對對對 沒關係 沒事沒事 你有沒有感受到你剛剛在 彈純哼那個旋律的時候 你的鼻子感覺用很多 就是震動很多 嗯 在你不知不覺中 你已經會有鼻腔共鳴 那個是鼻腔共鳴 就是你在唱歌的時候 因為 應該是你剛剛哼歌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使用你的喉嚨 嗯 所以你會下意識 身體會自動找別的共鳴點 讓你發出這個聲音 哦 藉由哼歌跟彈純 去尋找那個位子 對對對最簡單的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來教新的 好 那這個今天教的東西比較簡單 嗯 應該是說也是一個平常你自己 在使用聲音上面可以 可以做運用的 不一定是唱歌 可以運用的 我們先來呼吸 呼吸喔 對對對 因為呼吸分兩種 一種是胸腔的 嗯 肺的呼吸 大家平常習慣可能就是 用這邊 對對對像這樣 哦 這樣的呼吸 那我們今天要教的是 複式呼吸 複式呼吸 對 複式呼吸就是 它當你吸氣的時候 你會 肚子會撐開 嗯 那你近 對對對像這樣 你把它盡量撐開 然後吐氣的時候 從這邊吐 對 哦 那 這個 這個東西 我當初在學的時候 我的老師是這樣跟我講 但我不確定 嗯 是不是真的 那時候我會說老師為什麼要 複式呼吸 老師說 你想想看 你吸到胸腔的時候 你就只有這一段 可是你吸到腹部的時候 你有這一長段的空間可以用耶 為什麼不要吸到腹部咧 好像有道理耶 好像有道理耶 就是那種儲存能量的概念 然後可以釋放更多 對 當我要唱一些 譬如說 很難的歌 或是很高硬的歌 你一句話要很長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是那個 一句話歌詞很長 然後你還沒唱到那一句 你就沒氣了 哦對啊 然後那時候你吸 腹部呼吸的話 你就盡量可以把這個歌 這個歌詞唱 哦 就可以不用中間可能多一個 頓點要吸氣的感覺 對對對 就有點像是你查克拉有沒有起滿 的那種感覺 OKOKOK 那老師好像 好像一半一半 有點在虎蓋好像 沒有這真的啦 又有一點 真的啦 但是理由我不確定啦 但是我必須說 複視呼吸 是真的很多 唱歌的人在使用 我覺得 我們現在小練習一下 吸氣 我聽了聲音好 沒有啊 對 對 哈哈哈哈哈哈 那孩子 來吸氣 對你上口上上胸這邊要維持的是 比較不會 不會有 上下 上下浮動的感覺 是 都是讓 腹部去上下浮動 有 接觸這個感覺 有有有 我覺得這個我有 呃 會跟 好 我覺得這個我有會跟 那 接下來要結合囉 現在 肚子吸氣 吸飽氣之後 丹田頂住 開唱歌 這兩個 這兩個要結合 有點困難喔 覺得 欸丹田好像 OK喔 複視複視好像也可以喔 兩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這麼容易 快點我們來練習一下 這個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有Feel嗎 我覺得妳的丹田可以再大力一點 可以再大力一點嗎 可以再大力一點嗎 你先不要心情 然後你試著用丹田頂出來 就是要這樣 這很大力耶 就是要這樣 這好大力喔 一開始要很用力的全部抵出來 我真的就會放屁 你就放屁了 蠻好笑的吧 來丹田頂出來 然後 先用這樣唱歌看看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好 放鬆 好 吐氣的時候放鬆 嗯 再吸氣的時候再把它頂出來 我們把它一句一句放慢拆一點 好 先試試看 丹田 寧靜的夏天 再頂出來一點 好嘞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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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天啊 你剛剛 你剛剛都很準耶 真的假的 只有最後一個音 跑掉 對 最後一個音我加入一下自己的原子 都蠻準的欸 都蠻準的 真的假的 有進步 有進步 有成就感 哇好棒 好 接下來要講的是嘴型 唱歌呢其實分兩種嘴型 一種是圓形的這樣子 阿 阿 阿 然後另外一種是微笑的